早晨早晨 欢迎各位益友全面进场 9月30号礼拜五 早早的第一节 我们先去跟进一下香港的最新情况 有两单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单消息 根据经济学人所发布的数据就显示 在全球的主要经济体当中 上一个季度经济表现最差的 就是俄罗斯和香港 俄罗斯排在包尾 至于香港就是排尾 第二单消息 较早之前 行政会议成员兼立法会议员张宇人 不点名批评有人扮演饮食业的代表 他表明了不认同 零家三是会影响饮食业的生意 而曾经提出 零家三会影响食肆生意的 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王家和就反击 他说零家三的确是掀起了市民外游的业潮 这个是摆在眼前的事实 好了 在讲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吁各位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今个礼拜的直播节目 就会安排在香港时间今晚10点进行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捧场 好了 讲回我们今次的主题 经济学人最新的一期 所公布的经济数据就显示 在上一个季度的GDP 全球的主要经济体里面 只有两个地方是录得负增长而已 包括了俄罗斯和香港 香港第二季度的负增长就是1.3% 至于俄罗斯就是4.1% 如果不是俄罗斯打这个俄乌战争的话 相信没有人跟香港争这个包美大番的位置 而南区区业会副主席司马文 在转载经济学人的数据的时候就说 这个表现是自作自受 self-inflicted 我其实都挺同意的 因为香港第二季度 为什么会负增长呢 就是因为盲目停业 很多的行业 如果你给他开门做生意的 他未必说坏得这么浇灌 如果你容许他继续营业的时候 哪怕他那些客人都只不过是小猫三四只 但是都可以顶住先 好了 现在就直接生意清零的 而且就制造了一个氛围出来 搞到市面上边那些人就人心惶惶 不够胆出街 在第五波疫情爆发得最厉害的时候 事实上香港整条街都是水正河飞的 因为就制造了一个氛围出来 说得好像世纪绝症一样 连那些食店都说要禁了个晚市 那怎么办呢 一禁了个晚市 其实那些商场就全部仆值了 没有食店走 只是走商场找鬼走 所以很多东西就是政府的政策 有份造成的 这个GDP的下跌 幸好有俄罗斯做这个战底 俄罗斯当然是战底 投入了这么多人领物力 在这个俄乌战争里面都打不赢 又要被西方国家制裁 而且他那个数据我就有点怀疑了 是无鸽血的 好了 接着我们来看看 11月初举行的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 那个举办的进展是怎样的 根据议程的显示 峰会在11月1号到2号举行 那些嘉宾第一日就会被安排参观 西九的M家博物馆 夜晚刻就会在馆内用线 第二日在这个中环四季酒店峰会过后 午饭时段 就未知是不是安排酒店里面一起吃 有外电的报道就说 峰会第一日就将会是闭门会议 未列入军管局的议程 而根据目前那个防疫的守则 酒店宴会人数上限就是百余人 教邀请回来的两百个嘉宾是少的 到底这个峰会和用线的环节 是不是获得豁免呢 根据TVB的报道所说 据了解当局初步是考虑 就算到时仍然是维持住0加3的安排 政府都可以豁免某些检疫要求的 但是前提就是要那些嘉宾定期做检测 以及是记录的行情 那理论上来都说 这些就是制造了一些特权阶级出来的 我们批评过很多次的 这件事是不合理的 为什么那些大妈撒来香港 他就有一个特权呢 他感染新冠的风险 跟其他一般市民不同 他伤金的 这些就是区别的对待 是不是有问题 你又是人他又是人 为什么他的人权比其他人的人权 是高一等的 当然这些就是理论上讲的 因为你实际上 到时我相信都已经是0加0了 现在吹风出来就是10月会宣布 我相信都会是的 这些都没有走迹的 因为香港的经济真的差得很紧要 这个是过场的 我们一早就说了 但如果到时都真的是0加3的时候 那香港的经济我估计是这样 希望不会啦 很多基层是很惨的 中产也惨啦 又要供楼 又要交你那些地租差 在管理费搞十几样 还要滞账 死没 那我们又去看看 到底0加3的初步成效是怎样 在入境人数方面 自从礼拜一起 就维持了在每日 4500到5500人入境而已 未见有明显的增幅的 就是说你不吸引咯 是不是呀 你宣布了这么久了 都没有说呢 报复式这样上升反弹的 很合理的 这件事是 因为太麻烦了 那些要求 落机要撩躲 没有反弹都很合理的 反而出境人数那里应该是多了很多 真的 因为很多人赶着去旅游了 马上是 那至于说 那个阳性比率是怎样呢 特区政府最喜欢说 那些输入个案是怎样的嘛 那输入个案呢 就连续三日上升的 那礼拜日 就是0加3实施之前呢 输入个案就188宗 昨日呢 那输入个案就升到245宗了 那就可以反映出 在外地的感染情况其实是很普遍的 那我今天看到报纸就说 英国那个的冬季感染数字呢 可能是会反弹的 那但是我都没有怎么样再细心地看下去了 因为我都很讨厌了 已经经历了两年这些这样的东西 是不是 而且登出来呢 其实都是在内液里面小小格的 不会再好像以前那样 哇在头条上不停写这些东西 如果现在还说呢 在头条那里报 我想那天那些报纸的少量仆值就可以了 好了 接着下去呢 我们又看看 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梁子超怎么说呢 他就认为香港在国庆日之后 就要尽快实施0加0了 他认同呢 现时是需要尽快服装的 就算去到冬天 有不能够预测的情况出现 都会容易一点来到去应对 不论香港是否要举行盛事都好 特区政府都应该是要尽快放宽 检疫的安排 和社交距离措施 因为以疫情的角度来说 现时就已经回落着了 又没有新的变种病毒输入 就可以趁着这个期间 来到去放宽社交距离措施 和入境的安排 观察香港的群体免疫 和混合免疫的情况 是否能够控制得住疫情的反弹 这个本身都是清零派来的 主张强硬一点的措施 现在转态了 当然啦 好合理而已 这个是民心所向 好了 至于国际七人揽球赛 要求在球场范围里面 准饮不准吃的安排又怎样呢 明报就向揽总的行政总裁 麦伟斌查询了最新的进展 他就说安排是没有变的 他期望特区政府可以重新检视安排 准饮不准吃呢 笑死人啦 是吧 十一月举行盛事 什么漆栏 我想就没什么人知道 在国际上 反而来说 这个世界杯就真的很多人看了 人家会不会准饮不准吃 那么愚蠢的 当然不会啦 准饮不准吃的意思是 你不让他在球场范围里面吃东西而已 就要麻烦别人的观众 要走出去球场外面吃 吃完了 又回去看 怎样有忍的 因为愚蠢到极 本来如果你在那里现场 放在小食堂里去做饮食生意的话 赚到盆满撥满的 因为在场里面 一定卖到贵一贵的嘛 那些人是贪方便嘛 明明有个机会 让你去谋取暴利的 他都说不行的 准饮不准吃 那你准饮不准吃 那些人就分分钟 连饮都不饮了 你不让他吃 那他喝什么呢 他自己带水就可以了 所以这些根本上 就是自残经济的安排 那你有什么办法不坏才行的 世界杯呀 口罩都不用戴 你还在说 吃东西又脱下口罩 喝东西才脱下口罩 说话呢 就戴着口罩 你喜欢搞 就搞久一点 是不是 搞到三年零八个月为止 那别人就行 为什么别人世界杯那些 是可以不用戴口罩呢 为什么 那些人贱一点 香港那些金贵一点 还是香港那些人贱一点 我真的不知道 不如政府出来解释 那些记者朋友 又可以问一下 是不是香港人 我体质特别弱的 为什么那些人走去 中东 看这个世界杯 都不需要戴口罩 为什么要在香港 看七濫要呢 啊 老宠谬出来说说 是不是 解说一下 好了 那最后呢 我们看看这个 王家和如何反击张宇仁了 张宇仁呢 之前就在facebook拍了一条片 他就说 有些人是扮饮食业的代表 就好说呢 灵家三会影响饮食业的生意 那张宇仁就说他不认同的 是不会的 他说这个是没有根据的嘛 没有数据的嘛 不科学的嘛 说得出就说的嘛 那王家和就怎么说呢 他就说 都不确定呢 张宇仁的相关言论 是不是指向他的啊 那他也都从来没有说过 自己是代表所有业界的人士 但是事实摆在眼前 近日五个饮食业商会 都联署给特首和医务卫生局局长 表明担心灵家三的措施 是会对餐饮业有影响 而那个状况都是有目共睹的 大家都看到近这几日来 不少市民订机票去外游 还有很多是长期的旅游 已经是开始做的 这些是事实来的 因为在过去那两年里面 真的有部分的行业 他是不受到疫情影响的 他在家工作也可以的 那些就不会是基层了 当然是吧 他又存得到价 存得到钱 但是有人在 所以呢 我见到有个留言说 哎 这些全部都是航空公司做事 旅行社做事 那我想呢 那些人就是掩耳道理 或者是跟整个社会的民情脱一折 我呢 就是离岸的 我不是离地的 我一定是要保持贴地 保持住 喂 掌握得到香港人 在不同的议题上 大致上有些什么的看法 所以我这些叫做离岸 不离地 那 但是有些人呢 离岸之后呢 就离了地 那我又不是的 所以呢 去外游的人 真是大有人在 讲讲香港 你看那些机票 都抢得多贵 那 那 那 王家和就说了 很多长期旅游呢 已经开始做了 根据资料 不少航空公司 好像国泰等等 就在计划大量增加班次了 所以呢 部分业界人士就会担心 市民外游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会削弱了消费的意欲 这个是很下符邏輯的推演 来的 他在外地花钱多了 自不然就要在香港 掩住个荷包 躺平了嘛 还好似以前那样啊 哇 整天走去吃那些高档次的 日本餐厅啊 奥马卡仙 他不吃的了 要吃就去日本吃 变了呢 是促进了外地的消费 那他自不然回到香港 他掩住个荷包 就不用 他可能 他不是去一次的嘛 大哥 他只要买得起机票 他整天去都可以的嘛 啊 那更何况就是说 那些航空公司 会增加班次 又不止国泰的嘛 大哥 又全日空啊 又日航啊 一会儿又廉航啊 啊 所以呢 那些人就会在香港 花钱越来越少 因为你已经运了太久了 之前都花够了 是不是啊 什么都吃够 买够了 很多人走去 光顾日本餐厅 日本那些零售店 他就是有一种的感觉 他好像是幻想自己 去了旅游 那样 好了 回到来又不用隔离 他还不停去吗 这些是很客气的 就是张宇仁在那里 死亡啊 零加三不会影响 飲食业生意 很简单而已嘛 你就看看 到其时 一个月后 两个月后 那些飲食业出来 喊救命的情况 有没有少到就知道 一定喊得更加大声 更加厉害的 啊 张宇仁还说 你假扮代表 正正是因为 你代表不到 业界的声音 人家才要自己出来说 这些东西 本来是要张宇仁出来 发言的 帮业界去争取 尽快和国际通关的 你一句话 没有说过 张宇仁 你还说人家假扮代表 你代表不到他 他才要出来说 假扮代表 那个是你 张宇仁 握住个位 两会议员 喂 你有没有帮香港市民 争取过和国际通关的 我在公开场合上 極少见他说这些话 可能他说了 我看不到 是不是你告诉我 找些人来 你有没有争取过的 在行会里面有没有 在这个立法会有没有 还是你争取了 没有人知道 不要说冤枉你 冤离你 你出来说 我看不到 这些不知是什么人 还说人家假扮代表 你自己斗了两份量 你做了什么 好了 这一节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